恩娜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护江环球葡萄言语 我是恩娜老师 我们现在正在第三单元 那同学们听完护手老师的语法课 直接避语代词之后呢 我们现在一起来跟着我来学习 今天我们的词汇表 还有我们的课文 我们现在呢 首先先从这个单词表开始 那今天我们的词汇表呢 都是跟我们这个课文有关系的 我们课文呢 它呢主要呢 它是说的一个assilinche 一个事故 那我们整个课文呢 说某某人发生了事故对吧 那么看一下 我们今天词汇表有哪些新词呢 第一个 就是红绿灯的意思 那这个很简单对吧 那我们可以造句说 这个红绿灯红色 那我们就可以说 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个verbo está呢 就是因为这个红绿灯呢 它正在处于一个红色的状态 O semáforo está vermelho Muito bem 第二个呢 Doy me o brazo 就是我胳膊疼 Doy me o brazo O brazo 就是胳膊 Doy me o brazo 我胳膊疼 下面一个 socar con 因为是与什么相撞 比如 一台车 它与matteos相撞了 matteos呢 就是一个男生的名字 这台车撞到matteos了 那我就可以说on carro soco con omatteos 那这个socar con 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 socar contra 也是与什么相撞的意思 下一个词 transportar transportar呢 就是送 运送什么东西 那比如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一台车 与matteos相撞了 那撞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matteos送去医院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把matteos送去医院 vamos transportar omatteos para o hospital 下一个 受伤 estar ferido 那我们可以说 他受伤了 因为不小心 切到手指 ela est ferida sem querer cordou o dedo 那这边就是 他出于一个 受伤的状态 对吧 ela est ferida 有这个 由于我说的是 ela 所以这个estar 会把它变成 estar 第三人称的边位 sem querer 这个呢 是不小心 cordou o dedo 就 切了 对吧 或切到手指 这个cordou呢 是摆到过去式的 下面 似乎 好像 我们就使用这个动词 parece parece 他好像受伤了 他好像受伤了 那使用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ferido 对吧 ferido 那个受伤的那个词 parece quie ela estar ferida 就他 好像受伤了 那由于我在说一个女生 ella 对吧 所以呢 我就使用ferida 后面就变成打 这个结尾 下面 保持安静 estar qui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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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quieto呢 就是安静的意思 那estar 就是处于什么状态 对吧 estar quieto 就是保持安静 那就是 我安静着 eu estou quieto widu 那现在我们看 下面这个词 下面这个呢 是 救命 socohu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就会说 救命啊 socohu socohu 那比如说 救命啊 我需要帮助 socohu preciso que ayuda 下面这个动词呢 就是 令什么什么 痛 due due 那还就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例子 就切到我的手指了 对吧 那切到手指之后 你肯定说 啊 我的手指 痛 doyme u meu dedo 就有手指痛的意思 下面 头晕 estar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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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duras 那这个 estar 就是处于一个 什么状态 estar kong donduras 就是处于一个 头晕的状态 那比如说 我头晕 那就变成 estou 对吧 把那个estar 改成第一人称的 变位 那比如一个句子 我们就说 啊 我想回家 因为我头晕 那我们就可以说 下面这个动词呢 就是疼痛 adour adour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说肚子痛吧 那比如说 你出去外面 吃个东西 但是吃了 不新鲜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肚子痛 comi comida no fresca 那首先 comi comida 就是我吃到食物了 对吧 什么样的食物呢 non fresca 就是不新鲜的 istou con dor de barriga 然后我现在正在 肚子痛 istou con dor de barriga 中间这个d 我们可以把它发成g dor de barriga 记住了 这个只是在八普通 我们可以把它发成g的音 现在我们看 我们最后一个动词 就是 晕倒 this my yard 那在八部中 我们也可以把它发成 gis my yard 把中间的 开头的那个this 发成gis gis my yard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说高考吧 那高考的话 可能压力很大 那有些人考完试之后 可能他就 晕倒了 因为可能他好几天 没睡觉啊 或怎么样的 那我们就说 考完试之后 他晕倒了 abose approver eligis myo abose approver 就是什么呢 考试之后 eligis myo 他晕倒了 这个晕倒呢 就摆到过去式 现在我们看 最后一个 您哪里痛 那比如说你发生了一个事故 那人家就会问你说 啊你哪里痛啊 哪里不舒服啊 对吧 onji ekilidoy onji ekilidoy 那这个le 它就是在指您的意思 就是你 那学到这边 学我们的词汇呢 可能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课文肯定是跟痛 受伤有什么关系的 对吧 在进入课文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词汇表 我们再读一遍 o semaforo 红绿灯 doyme obrasu 我胳膊疼 shocar con 或者shocar contra 与什么相状 transportar 送 运送 estar ferido 受伤 parecer 似乎 好像 estar quieto 保持 安静 socorro 救命 doy 令什么疼 estar con tonturas 头晕 ador 疼痛 desmaiar 晕倒 ondi ekilidoy 您 哪里痛 现在呢 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课文了 我们的课文的题目呢 就是 un accident nunca vinsor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意外 这个assilinci呢 就是意外的意思 nunca 从不 分手 就是从不当读来的 那现在 同时们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课文 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那现在请同时们跟着我一起来读 昨晚 我们先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一开始他就说 昨天下午 我その logo 称字吧 就 ut 男声的名字 那这边呢 后面他就解释了 这个所以呢 他就是一个中国学生 对吧 他正在葡萄牙学习 那这边呢 我们有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巴普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所以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呢 都是在怎么上大学的呢 他是骑着自行车上大学的 然后突然间 在一个红绿灯 有一辆车 与他相撞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开车者 跟Soyta的一个对话 那开车的人呢 我们就叫他 那他怎么说呢 那到这边呢 在开车的人 这个 他就说 哇我的天啊 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一般在葡萄牙呢 由于是天主教的国家 那他们是相信上帝的 那他就 我的天啊 那在那边 他就等于说 我的上帝啊 对不起 但我没看到你 你怎么样呢 你感觉到怎么样 那最后一句 就是你能听到我吗 这个意思 这边的这个 那在巴普的形式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这个呢 它就变成 而且那个反生代词 就摆到动词的前面 那Soy就说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他痛嘛 他可能就叫了 那conductor 就说 alguien pode ajudar 某人能帮助我吗 preciso de ajuda 然后他就给大声说 我需要帮助 我需要帮助 对吧 那边 就是一个拿来 他就说 我会叫112 我要打给 112 那112呢 就是救护电话 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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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别紧张 parece-me que 他就说 我觉得 这个 就是说 这个男孩 这个小伙子的意思 这小伙子 看着 不像是 伤得很严重的样子 那Soy 他就说 哎 我没有 他说 哇 我的胳膊 那他肯定 是弄伤了 他的胳膊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她怎么说 那到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它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 你让他 安静 保持安静 你不要起来 我们已经叫了 112 看啊 他们已经快到了 这个 我们就可以 把它变成 这个呢 也是 八普的形式 那下面这个人呢 就是 Méjico Méjico呢 就是医生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医生到底 问他什么呢 Onde é que le doi 就是 哪里痛呢 那Soy就说 el meu brazo direito 哎 哎 就是我右手边的胳膊 然后后面就 疼痛的这个叫声 哎 哎 就很痛的意思 对吧 那下面 Méjico 怎么说呢 这个医生说 vamos transportarlo para el hospital y voy darle o medicamento para as dores 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 要运送 就送你到医院 然后 我们要给一个 要 给要是干嘛的呢 是止痛的 parece me que no hay nada de muy tu grave 我这样看着 好像不是什么 严重的 但是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这个胳膊 应该断了 然后最后 Soy可能就非常痛 他就 哎 哎 太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课文 从头到尾 都一边 我认识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parece-me que o rapaz não está muito ferido shui ai, o meu braço condutora, deixe-se estar quieto não se levante nós já chamamos o 112 olhe, já estão a chegar médico, onde é que lhe dói? shui, é o meu braço direito ai ai médico, vamos transportá-lo para o hospital e vou dá-lhe o medicamento para as dores parece-me que não é nada de muito grave mas acho que tem o braço partido ai ai goed, agora vamos ver o que é, vamos ver 下面 há algumas perguntas e respostas são perguntas sobre estados físicos ou mentais são perguntas e pesquisadores do seu corpo e a mentalidade e vamos ver eu é bom ou não 那就可以说肚子痛,手指痛,我头晕,这类似的都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你feeling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说 就是把我感觉不舒服 或者你说我头很晕 那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哪里痛呢 那你就可以说 我胳膊筒就跟Mateo在课文当中是一样的 下面你有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翻译成说你怎么了 那他就说我受伤了 所以这个estou出于什么状态 我出于一个受伤的状态对吧 estou ferido就是我受伤了 那后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问 estabén就是你还好吧 ja esto melhor就是我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那这几个句子呢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多 那这个形状随便多记一下啊 como se sente? sinto mi mal estou con tonturas onde le doy? doyme o brazo o que ten? estou ferido estabén? ja esto melhor 这几个那我们可以平时也可以多练练 这几个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些 对于身体就是你身体怎么样的一种问候 那比如说你刚做完手术 或者你刚切到手 那我就说 ok ten就是你怎么了 那你就可以说estou ferido 我受伤了 那最后一个呢可能比较简单 estabén就是你还好吗 ja esto melhor 我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我们使用这个melior就是更好的意思 ja esto melhor 就是我已经好多了 那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 怎么求助求救 这个很重要的对吧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需要用到的话 那得知道救命怎么说 起码或者帮助我 这样子等等这些词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alguin boji mi a judar 某人可以帮助我吗 好的 那问完这个问题呢 那比如说另外一个 你就可以说 救命啊对吧 那可能你掉进了一个坑里面 一个洞里面 那你就说 有人可以帮我吗 救命啊这样喊 那救命我们就说 so ko fu so ko fu 第二个问题就是 boji a judar me 就是你能帮我吗 就比较有礼貌的一种问法 a ru de mi 就是你们帮我呀 a ru de mi 这个很大声喊 对吧 在这些呢 我们就使用 在求助求救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了 so ko fu a ru de mi 请帮助我 或者救命啊 没得美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课文都学完了 然后我们小小这些 怎么用于求助求救 使用的词 我们也看过了 那现在呢 就进入我们的 作业 我们作业很简单 我们就是有一些动词 然后我们要把动词里面 你的名词写下来 那比如说第一个 estudar 学习这个动词 对吧 那前面呢 它的名词就变成什么呢 它的名字是什么呢 学习 那学习这个是名词性的 o estudo so car 这个so car呢 它就可以有电道 或者惊讶 对吧 那这等等 我们都可以用so car 那它的名词性呢 o shock o shock 第三个 这边反过来了 对吧 它给我们的名字 a disculpa 这个抱歉 对吧 那动词呢 它就会变成 disculpa 第四个 第四个呢 它给我们的动词 就是over 听的这个动词 那名词呢 它就是 a augi son 这个听力 a augi son 下面 ajudar 帮助的这个动词 那它的名词就变成 a ajuda ferir ferir呢 是受伤 o ferimento 伤口 最后一个 transportar 运送 这个意思 那它的名词性呢 就变成 o transport 交通 o transport 然后动词性 就变成 transportar 没得没 那同学们 我们的课呢 就上到这边 那今天主要呢 就是说 谁发生了一次意外 没得没 那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学完了 学完之后呢 请同学们留下来 做做这个水堂练习 Muito obrigada todos Chao Chao Até a próxima aula 下次再会 Bye Bye Bye